大家好 我是貝貝 今天來分享這一盆三處是紅八房 那紅八房因為它的葉性比較小 然後它的葉子的紅色也不是那種很深紅 是我很喜歡的那種亮紅色的 但是因為當初買它的時候 它是屬於嫁接的 並不是圓珠 所以我今天要在它的嫁接點的部分 來給它環狀剝皮高壓取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它當初它的嫁接的點在這一邊 那我今天就要從這邊整個環狀剝皮 讓它這個上半部整個到時候 就這樣把它高壓取之下來 好 那我們首先的把 因為那個嫁接點在這邊嘛 所以我要在這上面開始來高壓 來環狀剝皮 那我可以先用剪刀把它剪出來 因為這裡比較沒有什麼障礙物 所以就可以不用那個刀子剝 所以直接用剪刀 把它剝剪深一點 好 OK 那接下來就是出動了我的雕刻刀 把這個皮的部分 因為這個皮比較 因為這棵樹其實很老的 因為我買這棵已經七八年了 所以 樹皮也老了 所以比較難用 好 慢慢的 記住喔 你如果要剝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這個刀子真的會很利 好 這時候 一定要把表皮的樹皮把它清乾淨 不然它的水線會重新黏回來 水線黏回來 它就沒有辦法生長它的根系了喔 那背後 因為剛剛剪刀沒那麼大 沒有剪到 所以這一次 然後再下一次 把它直接剪開 好了 先剪出來了 好 可以繼續再割了 好了 現在我們整個 看 繞了一圈 環狀剝皮 好 接下來就要包水草 好 接下來就要包水草 那相對的看到這裡有 有綁一個那個鋁線 最主要是讓它這邊也會融起 我想要到時候這裡高壓下來之後 再來換高壓這一小塊 就變成是一個豆盆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 開始要來包水草了喔 那因為這一顆 紅八房 它其實是屬於比較 粗根性比較強的喔 所以我就 不等它的真生組織出來 看它葉子也很茂密 那我這時候就開始來包 那記住喔 因為葉子越茂密啊 你做高壓取枝的時候 會更容易成功 是因為葉子多 它的回水性就強 然後它就會回存水分 這樣子的話 你的粗根率就會比較高 好 再來我把它包第二個高度出來 那如果這一顆我包成功下來之後 它就變成是一顆圓珠了 那下面那一顆粘路就沒用了 好 好 來開始 把我之前調好的水草 加進去了 如果你先前沒有看過我的影片的人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每個人包水草方式不一樣 我喜歡用整個水草 那我個人是把水草剁碎 然後再加一些小石頭 這樣子的排水性會比較好 然後裡面可以再加一些 那個生根劑 那這樣子的話也有利於它的生長 那當然如果你要加一些 其他的 就是可以修復傷口的 一些 那個 粉末也可以 然後就看個人的 好 這個這樣子弄起來就差不多了 因為這一顆比較好包 所以 可以包得比較快 好 好 這個就包的量比較多 好 只要袋子沒有不會漏就好了 OK 就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 整個 水草 還有碎石頭 整個都包滿了 那就期待它出根的時候 然後大約在明年的春天 應該它的根系會整個很旺 那就可以完成了我的高壓取枝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 並且追蹤搶先看 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隨時等候我們最新的影片來臨 謝謝大家 掰掰